2019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再度出发 这是一场专业歌手之间的实力对抗 这是一场用心良久的视听盛宴 想成为歌手现场传说中的500位大众 听审之一吗 那就快来大河票物网预定 我是歌手 2019门票 现场pick你喜爱的歌手吧 我是歌手 2019时间2019年2月14日21日28日 3月7日14日22日 4月5日12日18点 整我是歌手 2019地点 湖南广播电视台 我是歌手 2019门票价格 2000 3000 3500 4000在线订票 http 双斜线 www.dehi.pio.com.u.n.u.pio.e. 20161 2132 3157 HTML 咨询电话 400 6996 881 欢迎关注公众号 大河票物网 it.pio.u. 获取最新我是歌手 2019 门票 及演出信息 从2013年 我是歌手 第一季到即将要播出的歌手 2019 歌手这个节目已经进行到第七季 不知不觉已走过了七个年头 每年年末看歌手已经成了很多观众的习惯 这也是专业歌手演唱他人歌曲不可多得的机会哦 不论从湖南卫视官宣还是小道消息 很多观众已经知道了歌手2019的首发阵容了吧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呢 收复一下激动的心情 小编还是要Q一下首发歌手的名字的 本季歌手的首发歌手分别为国宝级乐坛异歌刘欢 不要问他从哪里来其遇 无所谓的答案 杨坤 无以伦比的美丽 无清风 夜空中最亮的心 逃跑计划 超级星光大道亚军 张姓 进口双国级小哥哥 克里斯歌手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补卫歌手和踢馆歌手 美到有心的补卫或踢馆歌手时 猜歌手也成了节目特色之一 今年湖南卫视选踢馆歌手的方法 也有了很大改变 2013年 湖南卫视推出全新竞技类综艺节目 我是歌手 请来宇全 齐琴 第二季请来了韩磊 韦韦 第三季请来了韩红 第四季请来李文 上一季请来了汪峰 虽说节目每一季的看点都很足 但是歌王的老套路总是被观众吐槽 又到了陆志兴一季歌手的时间了 昨日有网友在微博爆料一组歌手 2019的明星名单 解读过后 大部分网友都觉得阵容太过强大 基本断定是假的 昨天11月16日 微博名为卫视波和小胜的网友爆料歌手 2019首发阵容为嗨 LS LH M LJJ NI ZLY 引起网友的关注 单单这个几个拼音 有的网友把嗨解读成了黄音 把LS解读成了柳盛 把LH解读成了柳欢 把M解读成了毛不义 把LJJ解读成了林俊杰 把NI解读成了那音 把ZLY解读成了张亮颖 由全民举荐歌手候选人 全民参与投票选出得票最高的歌手参加 就在5日 湖南卫视歌手节目正式官宣 摩登兄弟刘宇宁以146万7482的高票 成为第一轮踢馆歌手 相信歌迷们此时此刻 已经特别期待您各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了吧 作为湖南卫视王牌节目 我是歌手一直秉承着 为观众营造最强的视听盛宴 用心把控着好每一季 每一期节目的质量 这才有了歌手节目的爆棚好口碑 2019歌手七年之约 无问东西 初心不变 一起相约我是歌手2019现场 见证音乐的无限可能 对于首发阵容有林俊杰这件事情 不同的网友有不同的看法 有网友表示 林俊杰在明年初的时候会进行新一轮的巡回演唱会 而这密集的巡回演唱会的工作与节目的录制很难兼容 但其实就在此前已经有很多次在网络中曝光 林俊杰会正式参赛我是歌手但一直都没能成行 其实林俊杰以前两次参加歌手的帮唱环节曾经为张杰和徐嘉莹担任过嘉宾 所以他真正参赛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很大 无论如何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网络上就会有官方宣布的2019年歌手的首发阵容名单 我们拭目以待就好 你看过湖南卫视的歌手吗 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欢迎点赞留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